hello 各位 欢迎来到我是哥汽油频道 最近大家心情怎么样 今天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开箱视频 今天要开箱的内容就是iPad的第八代 就是2020年款 这个包裹是今天下午三点钟刚到的 是从捷克寄过来的 寄到德国 大家可以理解为是在重庆买了一个iPad 然后从四川寄过来 所以 这个就是第八代的iPad Wi-Fi版的32GB 也就是最最最便宜的版本 最乞丐的版本 因为我一直都是iPad mini的用户 然后我的iPad mini是二代的 我用iPad mini其实用的比较少 我觉得32GB的话 对我来说 可能就只是用它来看看剧 或者玩玩游戏 上上网什么的 应该是足够用的了 我们再来撕掉包装 OK 这个就是最新款的iPad 苹果公司的地点 它是弄在塑料薄膜上的 没有刻在这个iPad机身上 我不知道网袋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 这次我选择的是深空灰 是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银色款的iPad mini 所以这次想换个颜色 那我又一直都不是那个 金色土豪金的一个喜爱者 所以我这次选择是深空灰的颜色 我觉得很好看这个颜色 很经典的颜色 而且也一定会很耐看 这是iPad的操作手册 这个应该是波兰语吧 我猜是波兰语 然后这个 怎么这个看起来也像波兰语 这还有两个小贴纸 欧标插头 充电的功率是20W USB-C 到Lightning的充电线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身吧 跟去年的版本 应该没有任何的变化 或者没有太大的变化 正面是一个720p的 Facetime自拍相机 下面是一个结合了Touch ID的Home键 上方是电源键 以及有一个3.5毫米的耳机接口 上面还可以看到 有个非常非常小的麦克风 背面也还有一个小的麦克风 也就是它有两个麦克风 后置镜头并没有突出 iPad可以平放在桌上使用的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好 因为好久没有在苹果产品上面 看到有这种不突出的相机模块了 logo 然后是有做这种镜面处理的 下面就写着 Design by Apple in California 机身的左边有一个音量按键 是实体的音量按键 在机身的右边有三个磁点 磁点应该是可以用来连保护套 或者是苹果的键盘的 我们来开机 Hello Press Home to Open OK 让我们用简体中文吧 哇哦 我刚打开 手机上就弹出了一个 设置新iPad的一个窗口了 那我们就在手机上来点一下 继续看看会怎么样吧 将新iPad靠近相机 正在链接 在iPad上输入iPhone密码 开始使用 OK 我们现在就进入了iPad 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下 这个iPad的屏幕 它的屏幕是10.2英寸的 采用的是一个视网膜级别的显示屏 但是它不是我们熟悉的 就是AMOLED的屏幕 而是LCD的屏幕 它的黑色显示效果 是没有OLED屏幕的那么好的 大家可以在 比方说这个App里面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它的黑色和它边框的黑 是很明显的不是同一个颜色 如果是OLED屏幕的话 它这边的黑色 就会和边框融为一体 这是一点小小的差别 但是就目前而言的话 我觉得它给我的观感 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然后它的屏幕尺寸是4比3 它的重量是490克 要比2020年款的iPad Air要重一点点 iPad Air的重量是459克 重了30克 这是非常非常难接受的 因为毕竟它的价格也差不多只是iPad Air的一半 然后这个iPad mini的重量是300克 所以iPad其实还是 还是重了不少的 可以勉强用一只手把它握住 iPad的话 那就很难用一只手来操作 当然你也可以一只手这样拿住一个脚 但是感觉就没有那么稳 第8代的iPad 8和第7代的iPad 8 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苹果这次在iPad 8身上 使用的是A12的仿生芯片 通过这一次在芯片上的升级 iPad第8代也终于和去年推出的iPad mini 采用了一样的芯片 它前置摄像头是720p的那个所谓的Facetime camera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画质怎么样 我们来随便拍张照片看看 假消 我现在光线情况已经是很好了 但是还是会有非常非常明显的 肉眼可见的那种像素点 再看一下用后置镜头拍照如何呢 我并没有购买128GB内存版本的iPad 是因为我觉得我对iPad需求最主要的就是 看看视频再刷刷微博 然后最多再看看文稿什么的 然后我们要购买128GB的版本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德国32GB和128GB的版本 它们的价格差有100欧元 这两个版本之间在国内的价格差只有500人民币 所以就不愿意多花这300人民币来升级 我在德国购买了这个iPad 它的官方价格是369.4欧 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就是2955元 其实都已经可以在国内买128GB的版本了 所以还是亏挺大的 如果大家比较同情这位UP主的话 欢迎投币点赞或者是给个关注咯 谢谢 那32GB的iPad能否满足大家的需求呢 这也是我这次买这个32GB的iPad 想要研究的一个话题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新机装置下的iPad 它的可用的空间到底有多少 可以看到总容量是32GB 可用容量是18.56GB 也就是说它的整个系统就占了差不多将近一半的容量了 可用容量只有18.5GB 听起来不是很多对吧 我先来下载我需要的APP 我来看一下下载了我需要的APP 就还有多少容量 OK我现在在iPad上面下载了 跑步卡车的国际服务 YouTube 微博 微信 优酷 爱奇艺 多余助手 还有这个吃鸡的国际版 在YouTube里面也下载了10集的30而已 大家可以看作是5部90分钟的电影 在下载了我常用的APP过后 它还剩下多少的使用空间 现在可用容量是8.38GB 8.38GB大家还要考虑到的就是 我现在iPad里面还没有任何的照片 再加上一些照片的话 空间还是比较吃紧的 不过如果你真的只是一个轻量级的用户 就像我一样 平时用手机用的比较多 然后照片也几乎不会存储到iPad上面 只是把iPad当做一个比较大的显示屏幕 来看电视剧或者看视频 然后偶尔刷刷微博来用的话 我觉得32GB还是非常非常足够的了 但如果你是把iPad来做一个非常主力的机器 来使用检视频什么的 那32GB我觉得是肯定不太够的 虽然iOS14它已经占用了整个32GB的一半的空间了 但如果你不是一个重型的用户的话 我觉得32GB的入门款iPad真的还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今天这个视频也只是一个简单的开箱视频 那我会在接下来的几天来详细的体验iPad 然后并做成一个比较详细的评测报告 如果大家比较关注iPad 8的话 那就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千万千万要记得关注我们我是个气球频道 在之后的详细的体验视频中 我们再见吧